比如你那时候等于去美国一个很大的cultural shock 其实你现在回到中国 就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会给你一种新的cultural shock 对今天的年轻人我有很多很欣赏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聊 其实就是年轻人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 他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某种地方更个人吧 跟之前的更集体式的不太一样 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普遍性的 如果有的话 他们挺奇怪的 就90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 authenticity 不愿意为你做太多的戏 但是与此同时 在中国最好卖的一个软件是什么 美图修修什么 修图的是吧 对 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 一切都很光滑 一切都可以P图 PS 一切都可以把他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 他是另外的一种关注 他是通过了一层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 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吧 还有一层影响创造力的 就是你时时刻刻的在被预乐着 你的头脑 每一秒钟都在被刺激 在某一种色彩的变化 光线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短暂的那种小小的刺激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觉得单调 创造力必须要单调 就是他是独自单调 特别闷的情况下 他必须用想象力去弥补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 包括你说你想起外婆外公他们那些人 你在看他们都是有什么新的感觉吗 我觉得真不容易 看他们老一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我外公他其实不是什么优越的家庭出生的 他自己的好学啊勤奋啊使得他能够到英国到美国去得到这样的成就 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那种激情对科学的激情 他从英美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梦想研究鸦片受体 但他回国以后战争当中会有许多其他的需要 他说研究黄安药效去替代抗生素 解放以后要研究血系虫病的治疗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等待 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 在他英国原来的同事研究出来了 就是这一份罪爱 他根本就是为他而生存的这种 就是而做不到 或者说因为你们家庭的云 其实20世纪中国动荡的一个也是某种缩影嘛 其中有无数的遗憾嘛 就你们那种无数的遗憾 未遂的志向 就这些东西想起来 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为他可惜 我觉得就从他许多学生啊和我读到的资料啊 当中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然后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是忘年交 也许我希望认识他 我外公是自杀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 你不懂 你不理解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死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就让你去思考一些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 到底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 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是你不应该接受的 他那种无奈 你有什么特别的无奈吗 这么多年过去 可能这个就是要等到老透了临死前自己会有一种总结吧 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无望的时候 觉得想抓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它承担下来 我会承认它的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 出去的这 这么些年 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 它的确拖宽了我的地平线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认知也好 对人性的认知也好 如果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 我喜欢现在的视角 变得更宽容 这种宽容不是说是一种慈悲 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感逻辑 或者说emotional life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年轻时候很多挣扎 很多渴望 现在是什么 是平静吗 还是说 肯定是有挣扎的 人活着哪能不挣扎呢 肯定有挣扎 我就属于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挣扎的 但是没人知道的 别人看不出来是吗 对我也不一定会跟把这种 这种是你自己最隐私的东西 这种隐秘的角落里面这个部分 对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了 他不就拍不了戏了吗 写不了东西了吗 你说岁月到底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岁月就意味着岁月啊 岁月还能意味什么呀 不知道 我问你啊 应该说吧 就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嗯 我经历于战胜了 那么多的痛处 嗯 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 嗯 头脑里的疾病 这是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事情啊 嗯 就是正跟你吹着呢 嗯 现在有什么 除了要完成电影之外 特别想解决的问题 特别困惑的事情 跟孩子们吧 嗯 怎么讲 可能也就是说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跟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拍英格力士 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会去看吧 嗯 让他们能够看到说 哦是这样过来的一个人 嗯 类似吧 嗯 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做的不好吧 嗯 嗯 那天谢静纪念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他 对他两个智障的儿子 有那么一种欣赏 嗯 让我回想起自己 对女儿经常很严厉的去批评 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很酷啊 他会说哎呀 阿斯今天把那个拖鞋给放回去了 放到鞋架里了 哎呀特别高兴 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雨伞撑开了 嗯 特别的幸福 就那种爱 就那种爱很少有的 很纯粹 因为他没有望子成龙啊 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挣多少钱啊 要为我脸上贴金啊 为父母争光啊 这些错误的这种父母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下意识的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过我觉得 嗯 就是我可以说很少啊 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就不一定 嗯 好 差不多 谢谢你啊 OK OK 好吧 谢谢 嗯 树 嗯 树 我很喜欢树 树 嗯 其实有时候会走 再往那个上面走 就会走到那边的桥墩 然后就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地方上去 啊 就可以在树林里啊 是吗 很好 你喜欢那种沉默有力量的东西 对 嗯 而且知识之中 他从种子开始 嗯 简单的为了完成自己 嗯 to achieve itself 嗯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力量 嗯 那你觉得你是那颗简单的种子吗 我呀 嗯 嗯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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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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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约了我女儿 嗯 人家让她录一段小视频 嗯 说有一个什么戏给演 她想演戏吗 就喜欢想尝试一下 嗯 对 刚刚生开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孩子 是可以当总统的 哎呀这个这个全世界寬敞的 在你面前 嗯 然后她越长越大 她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但不完怎么说 现在还是可以尝试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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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